他沒有跟你請教的事情是有關 10,000公升的水 如果是沒有加力98%成分的DA6 含量是10個PPM 這樣需要幾公期 我們一般來說的一個PPM 就是百萬分之一 一百萬分之一 所以一粒裡面一粒裡面是一個毫克 一毫克 因為一粒裡面是一克 這樣就千分之一 一毫克就是一克的千分之一 所以一粒裡面是一毫克 這樣就是一個PPM 你如果說一千粒裡面有一顆 一千粒就是一棟水 一棟水裡面有一顆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PPM 一棟水裡面有一顆 有一粒 這樣就叫一個PPM 我們現在要50個PPM 所以就是變成你一棟水裡面要10粒 這樣很簡單你就要算 因為你這很好算 因為你這是剛好一棟水 所以這很好算 所以在一棟水裡面你需要10粒 10粒但是 就是每一棟水裡面的成分 它只有0.98% 是0.98% 所以你把它除以0.98% 所以你用的一棟水裡面 因為你的油 它1粒 只有0.98% 所以要除以0.98% 所以你10粒除以0.98% 大概就是10.2克 大概就是 就是說要10粒就比較多一順了 如果你拿到的 如果不是98% 比如說你拿到的是90% 你就10粒 去除以0.9% 所以就變得要11粒 有時候我們拿到的是幾% 我們拿到的是8%而已 我們拿到的是8% 8% 所以你變成要多少 8% 我們剛才說的要10粒 你拿到8% 你就除以0.08% 8% 所以就要125粒 才可以變成10個PPM 但是你這個98% 所以這樣了解 意思就是說 我們先知道 這個定義PPM 是什麼意思 100萬分之一 就是說 100萬裡面有1分 這樣就是叫做一個PPM 所以100萬 100萬吸收的水 100萬吸收的水就是一棟 一棟水就是100萬克 因為一公升等於1000克 所以你1000公升 就是100萬克 只有三粒零 加三粒零 100萬克裡面有1克 這樣就是叫做百萬分之一 就是我們說的PPM 10PPM 所以它就是一棟水裡面要10粒 一棟水裡面要10粒 10粒呢 這是純的10粒 但是你這個不然10 不然這個 他沒有到100% 所以你就用10粒去除以的純度 純度是0.98 所以大概就是10.4克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你就能夠算出來 因為為什麼我們恰恰在節目裡面都會跟你說 10個PPM 15個PPM 30 25 40 最多不要超過80 啊 用到最大300 啊你說 啊你不然你跟我說幾倍 我沒有材料跟你說幾倍啊 我不知道你拿到的是銀額比 啊 所以呢 我們支持可以這樣跟你說 啊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的 去把算盤頭回來 這算盤頭回來 有的說 不然這個我沒想要算 對啦 沒想要算 這個我們國中有價格 你去回商 這個很多人說 大家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其實是用得到的 你如果不需要拿 兩銀來科技 這就給你們爬 算一下 你看你會算 這樣 這個東西你就知道 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換算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去知道 那個概念 這個概念 什麼是PPM 百萬分之一 100萬裡面有1分 所以 所以就大概這樣來 來這個計算 這個提供給我們這位 這位朋友 你在玩的時候 稍微注意到 知道要怎麼去用這種東西 那麼這個 其實有的 有好朋友給我 歡迎 他說 你講這個DA-6 這個好像台灣 網路很多人在購買 好嗎 但是如果跟你講話就沒問題 所以很多人 因為這個東西在台灣 沒有人去登記它為農藥 所以很多生長調節劑 在肥料裡面 在黑白籃 都把你淋在裡面 這個東西 把你淋 這個東西 那麼它能溶於水 這個東西很容易溶在水裡面 所以 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鮮 鮮子 叫做鮮子 是一個 人工合成的一個 這個 生長調節劑 這些東西 其實 它的這個 這個 目前 目前 可以說是 號稱是一個 一個 認為是一種生長調節劑 一個革命性的產品 這個東西 中國大陸有在做 遭到很痛 就是 但是 在營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 這個 反正你以後會遇到 這個東西 用的反應到看 做困的 譬如說他們在做鮮子 要讓鮮子比較大 像什麼 他會去噴這個 他會拿一個東西 買你 但是他會跟你說 這個滴的鋼肉 滴的鋼肉 我 我要買你幾塊了 所以他不會跟你說 所以很多人在做這種東西 很多人說 沒有啦 我沒有做生長調節劑 所以有時候 這個東西 它藍在 這個譬如說 土豆粉紅的 這個 荷蕾菜 這個嘴唐的 然後再藍到 它會在 藍的油 藍在藍 藍一個藍 為什麼藍 因為 它就是藍到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細字 就是說 碎製的 這個油 就是沒有反對 那麼 濃度控制 好使 這個大概是 常常會去碰到 會去碰到的一個 這個東西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這 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下了解到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提供給你做參考